7月21号的大把戏,我和几图在那里 戏很强劲,人只有我们两个而已 不要紧了,我们尽情地讲讲 四套片,两套就属于暑假大片 奥本海蜜,去年就已经开始见过传统 见过时钟到手,终于上映了 坊间就有很多版本,主要是IMAS版 和35mm菲林版,几图两个版本都看完 做足功课 是呀,昨日和今日 你会否想到外地看IMAS菲林版呢? 很想,因为最最终的就是65厘米的菲林版 关键的关键 你也很想去看,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了 要飞到外地 好,接着另一套 巴比巴比 有点想不到我们好看 有点想不到 个人 个人 很有意思 红粉角度 红粉角度 反而今个星期就很有心思地上了两套日本片 两套都是同一位女演员做主角的 就是老公死亡不记 和这个位子的刑事 主角就叫做按井说奶 我问发行是否有心地放同一个礼拜的照片 他就会说哈哈哈哈 这样就笑 就是笑而已 哈哈哈哈 我们自己意会一下 就放同一个礼拜的照片 是 我们把奥本海蜜放到最后 趁我们先说其他片 我知道很多观众想听几套奥本海蜜 我们先留下最后 我先说巴比巴比 我自己看传播的时候 没有预计到原来里面的议题 就是说父权 男女权衡 存在主义 留得这么深 或者这么多 或者这么密 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小惊喜 想不到他用巴比这个题材 来玩了这个东西 而且他玩得 我不可以说他玩得很好 但我觉得他玩得很尽 整个故事里面 都将这些议题来说的时候 落得很尽 马克罗宾 就是女主角 最初一看 其实他的形状就不像巴比 因为他比我恶少少 是小丑女样 小丑女样 巴比就是狗头身少女 很长的 他又不算很长 我最初一看的时候 有点不像 看造型 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副 因为他自己做了制作者 的确是因为没有了他 的拉入或者怎么样也好 反而可能未必出到这个巴比电影 就是用这个角度去画 用巴比去玩这个题材 我觉得是很好的副 而且他电影的后半部分 是担正了 也很好看的 我自己觉得 所以整套电影 不是普通的反斗电影 他既反斗 也说了很多深层次的东西 我觉得是 有点惊喜 但我又不算处理得很高手 暂时说了这么多 你如果就这样看 传统来说 你觉得这个传统 就好像计错了 因为你找巴比 找他一个真人版 传统也说了 他说入真人的世界 你又找到 你如果用这个方式来说 就会有一件事很老套 很旧式的 但是当你去看整个 下来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 原来他是玩一个 挺幽默的 来说现实的世界 我想如果大家就这样去看 这个时候 最简单就是 你会看到 他这个就是把 toy story的那个世界 就是一个动画的世界 他用真人版来玩出来 之后 刚刚最近也拍了 木偶奇遇记 Ellen你看到 这个你可以说 整个故事 原来的模式 是木偶奇遇记 当他这样 放下去巴比 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看到原来巴比 他发觉自己有些问题 在巴比林的品红角度 里面发觉自己有些不妥 要找到造物者 真人世界去寻求救援 你一知道原来是这个情况之后 原来他不是叫做计算错误 是故意 基本上就说 好像木偶奇遇一样的 你反过来 你讲回真人的世界 提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有些很特别 还有跟Toy Story 有些不同 他第一件事 我想大家看里面 巴比 有很多角的 个个都叫巴比巴比 你会看到他的名字是一样的 但是有不同的选角 有肥巴比 有黑蕊巴比 很多种巴比 而这些巴比里面 个个都是共同体 这件事 你一看的时候 里面玩了很多 如果他套在真人世界那里 他玩了很多 很多人现在就像啤帽 个个都差不多 但是他第二件事 他这部戏 他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元素 也说巴比这种玩具 在今时今日 已经不算很流行 在以前 曾经不知为什么很流行 但现在基本上 他们都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那些兽女 都不喜欢巴比这种玩物 而呢 倒转了 你会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他其实在说 现在有很多玩具 在真人世界里面 他就等同那些被人霸凌那些人 被霸凌物 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以前呢 记不记得 玩了很多东西 笑那些男生 有些女性化 比较拿型 我以前很坏地笑 你玩巴比的 你玩巴比吧 你跑去 用巴比这个词 代表就是 如果你玩巴比 男生是不会玩巴比的 以前会这样笑人 以前会出现 我觉得事实上 现在真的很少女孩 小女孩会玩巴比 变成是旧时的一种 不是女性主义的东西 反而是负权之下的那种产物 就是女孩就要玩这种巴比 我觉得他捉这种东西 捉得很好 里面玩的东西 就是时代不同了 变成是以前那种 他的名词 里面的巴比就是 性格定型的巴比 我觉得他捉了几个年代 还有导演基特·嘉维 我之前也说 我很喜欢Lady Bird 就是不得了小姐 然后有小妇人 其实他之前做演员 也不适合 就是凡事欺 我觉得他像是 有些 美国东岸那种知识分子导演 就是Woodie Allen Pie 那种知识分子导演 但是我觉得 如果放在Lady Bird 或者是 改编小妇人那里 其实是合他何轻的 就是说男女权 说男女权衡那种是对的 不过如果今次玩Lady Bird 你会看到 其实制作也不差 是有制作的 是漂亮的 反而我觉得 真的要看哪个制作者 即是既给到钱 拿Lady Bird 也是有很多空间 让他这种东岸知识分子的导演 尽情地说他想说的 我觉得今次是真的做到一个平衡的 我觉得是 进去 我看那场 看到一些小妹妹 看巴比那种 进入了平凡人间的那种 撞板搞笑的那种 他又会笑又开心 但是当他说正经的时候 我们看的时候 觉得 你真的可以 做到言之有物 不是纯粹地玩的 甚至乎 我觉得他说的东西 甚至乎 比我们之前看 Toy Story 那四集 其实第四集 说到那种存在主义 说得更深的时候 你看到巴比 而结尾 其实是 做得更深的 我觉得是 更加地画得更加清楚 比如玩具 当他有自己的自主 的脑袋的时候 他之后的路怎么走 之后的路 应该怎么走呢 其实是比Toy Story 更加出重的 我们觉得是 有深度 因为我觉得 他这个是很女人版的Toy Story 和一个大的恩友 其实他说的那种矛盾 那个世界 就应该 如果现在那些少女媒体 就他们的姐姐 甚至是妈妈那个时期 就是80年代的那个时期 就面对整个商业世界那种改变 那些巴比的那个代表 就在那个年代 就在那里出来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戏 你可以说是一个女人版的Lego故事 因为Lego 我觉得很棒 把Lego的玩具世界 就变成了一个 影响了很多人 很多人建立了一种想法的方式 就变成了 把这个故事 就哲学化了 我觉得巴比有这个 有这个 去到那个世界的 而且他 用女性的角度 来做一个出发 而且他说 当他去到真人世界的时候 去到Mattell那里 大公司的时候 就更加个人了 Ellen 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 也有看了一部电影 Air那部呢? 就是说整设计的波鞋 那一部 有什么Damon做的那一部 这个呢 我觉得他玩的 叫做大企业的商品化行头 还有他里面有很多既定约成的那些 那些想法的思维 那这个呢 就是刚刚 就将这种 这种 大企业 商品化的那个世界 那里 女性角度 他也说了出来 他不仅是两个角度 他找了CEO 找了Will Ferrell 去做 也是好演出的 其实Will Ferrell 他之前做了很多 这些电影 就是专做一些 低能的高级行政人员 不仅是纯粹玩的 他不是纯粹玩外形 那种搞笑的 而他捉那种 整个CEO 最高最顶层的那种男人 那种 都是说父权那样 他捉得很好 其实每个人都捉玩得很好 我觉得 Will Ferrell 就认识CEO 这个角色 是一个 他既捉到他的型 也玩得比他以前的 飾演角色比较深的 我觉得 是的 我想他这部电影 他现在拍出来 也做了一个很关键 就是 原作者 那个姑姑 还在那里 他好像变成了 木偶奇遇 小木偶见到的 神仙姐姐的世界 所以他那一段 你会看到好像close encounter 似的 巴比见到他的造物者 看到这个 很多人都说 他已经躲在公司那里 其中一个黑洞里面 我想整个故事 你会看到他很有心思 但是导演 就是把一个很同化 同真的世界 那里 套入了很多 好像他 不得了小姐那样 他里面 就有很多很多 反复回现在这个 很多时候 我们很既定弱城的 那个观念 来看这个世界 当然 我觉得 巴比 其实 你会看到 女主角 如果他做 这部电影 他又特意玩了一个 应该是他做的 那个小丑巴比 大家特意不找他做 找另一个 去做 找 这个好笑 日常 台主 他有很多 疯狂角色 我觉得 马克罗里面 有很多 自己做 执行者的电影 你会觉得 他存了很多 经典角色 从他初出道 做伟家浪人 你都记得了 最经典的 大家会记得 几集的小丑女 加上 这次巴比 肯定以后 大家会记得 小丑女 和巴比 就等于他 或者他等于小丑女 和巴比 始终 我想这部电影 从男性的角度来看 会有些不同 跟女性去看 挺明显的 因为我一直看的时候 我都说 阿Ken 那个世界都说得太少 不算太多 尤其是 做执行者的时候 大家都会立刻集中 如果阿尚气究竟 在这里做其中的 阿Ken 可以不可以呢 我觉得是收货 收货的 不是一个被人耻笑的 你觉得他里面的角色 最后觉得 你连弯高城 都觉得很浇 连弯高城 都要摘一些 不是吧 你不是为了要赚钱 而巴比这些角色 不是的 你觉得始终还是有个深度 在里面的 就算是 连阿尚气 刘思慕 到最后 都有一些反思维 虽然都是交的 但也不是很交 不是尴尬地交的 谢谢 他基本上男女主角 我觉得他特意 很悉心地去选角 他的形象 基本上是叛逆的形象 但是他将他交化了 但尚气 刘思慕 他是被欺凌物 大家都说到 其实在那里 耳鱼他 耻笑他 他这个角色 他告诉你 是的 我是被你耳鱼 是怎样的 就是那种 我觉得他整个 把爸爸的世界 现在人们都不会 那么贪 觉得他可能小时候会有的 大了 整个故事都很认真 和说到一种残忍的角度 比Toy Story更加残忍的角度 来得比我 想象中有心度 还有有心思 其实你看到他的对白 很辛辣 不是Toy Story那种 那么合家宽 我最记得有一段 你应该都会记得 就是当巴比雷到真人世界的时候 见到一群地盘工人 第一句就说 我是没有一个脂肪的女人 Kent是没有一个脂肪的男人 去到那么厉害 你不用指望 可以怎么怎么我 不要再想这些东西了 我是一个玩具 我知道自己有什么事 其实那些对白 是很重的 是很容易想的 对 以终枯来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 是被人看低了的电影 是的 所以你先说 会不会是一个计错的事情 会不会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觉得 会不会很尴尬 会不会很尴尬 进去看的时候 这么大的人 还看巴比真人版 会不会无管冻 受不了的 我觉得可能 如果你进去看的时候 反而会多了一个惊喜 内容的深度的惊喜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不到 如果你真的从男女主角进去看 我真的觉得 没有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代表作 不是说笑 是真的 真的代表作 尤其是女主角 小丑女之后 加上巴比下去 是她自己主演 加上造成的代表作 是她很清晰知道自己的形象 和如何再发展下去 发挥 她很明显的 这个巴比 所以当她一做 你会发觉 是做他人的照片 所以这个是我的收货 好 好 那我们争取时间 先讲下一部 我自己排了巴比 拉多部喜剧 就是《老公死亡不忌》 这部香港长次不多 不过因为她和《位子的刑事》 两部剧都是同一位女演员 做女主角 那我们也讲一下 其实我对于《老公死亡不忌》 我也是有惊喜 我觉得是不差的 很棒的 我觉得是 比我想象中 就来得 剧本不错的 我觉得是 剧本不错的 尤其是她写 两夫妻之间那种 从这个 解体 然后她发现 她老婆 有写这个 博物 发现她老婆 有写博物 网上的一些 一些 秘密 就是那些 散文网站 去数丑自己的老公 然后被老公 认得出 这个匿名的数丑 就是她老婆 然后两个之后 再发展一些 譬如是 分开了 又在一起 很多时候 她看到的剧本 就是说 她落不不生眼 我想赞的 她靠一些 生活细节 靠一些 老公去做 超高市场里面 靠一些 道具 靠一些 过往 尤其是 猫头鹰 查理 查理 她靠一些 生活细节 靠一些小道具 靠一些小心思 去写一些 两个 如何去 来来合合的东西 我觉得写得很好的 好过来德 就是说 我记得 之前我们上个星期 还是前个星期 有一套 韩国那套 我忘记了 叫什么名字 就是来德比较生的 睡不见 听不倒 那种比较生难 对了 那种比较生难 我是比较喜欢 那种生活化的 还有男女主角 比如说 香取真吾 香取真吾 香取神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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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以前是 香取神吾 我记得 但已经变成了一个 我不可以说 大脆 以前 以前再大脆 现在变成了 一个小小肥老 你猜不到 这个人 我想她 一段时间之后 我突然 因为我完全 在最初 我没有看资料 就是她 是不是不像 那样 来到那里 她的眼神 和她的演出 都仍然是很香取神 很香取神 不过现在变成了 一个肥 接近阿爸的肥 肥 肥丈夫 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反而我想 很合她的角色 对了 两套 今个星期 两套 都是同一位女主角 按井雪奶 我觉得 其实 胃子的刑事 她在做一个龙牙 她很靠 很靠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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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今次 她很多 老公 死亡笔记 她有很多对白 但最杀食的 都是她的眼神 这个女主角 同一星期 看了两套 真的可以的 你看到她真的可以的 她的演戏 我觉得她不是很漂亮的 但是她有个格子 她有个格子 所以我觉得这套死亡笔记 是有惊喜的 如果你说喜剧感 这套喜剧感是很强的 因为就算那个造型 你也会看到老婆 原来是小小的 这套喜剧感 一拍起来就大大够 这样出来 有很多视觉的效果 她处理得很好的 而且我想Alan 最觉得这个不是一般的喜剧 这么简单 对于处境的设计 就做得很好的 就是说 两夫妇 大家四历日子 然后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件 就是老公发现老婆 原来就在网络上 她有她的另一面 她的看法就全部爆出来 和针对她的 就叫她老公死亡笔记 这个香港的名字 觉得很好 我觉得她这个设计 我觉得这种住景 很好玩 就是说柳夫妇 但是你会发觉 那个电影就很 尤其是你也有提及 她那个剧本写得很好 你会发觉 去到中段的时候 她已经将这个 那个开始的处境 这个叫我们所谓的 游戏规则 那个戏剧发展 去到中段都已经突然转了 转了就已经老公和老婆 老婆知道老公 发现了这个 而他们又要面对 他们自己的婚姻问题的同时 就是说老公的那个下属结婚 都会出现了那个 就将整个那个题目 就变成了不是两口子的故事了 包括老公也有个疑似外遇的情节 所以她默大了 就将整个 就说现在结了婚 婚姻的问题 衍生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处境 你会发觉她越玩越阔 越玩越多 尤其是去到下半个月 你里面就出现了很多 不如下属结婚 下属结婚那段 我觉得又玩得很好 很妙的 最妙的就是婚礼宣言那段 做得很好 是啊 那个我也以为可以散场 但是她告诉你 不是 还有事件发生下去 包括还有离婚 还有很多那些 那就不说下去了 免得剧透 我觉得她这个整个故事 她有一种 就是用一个 喜剧 现在这个时候 去玩的那种叫做 《何谓婚姻》 把婚姻的那种处境戏 就放在一起 里面包括又有BL的婚姻 就是BL不是婚姻 BL的爱情 不是BL 不是boy 两个女儿都是女 初初你以为BL那个 他也是看了BL雜誌 他里面有很多东西 特意误到你 那个是什么人 好像怪物那样 但是我觉得 他一直在发展的时候 他有很多很小的处境 做得很好 还有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那个特别 就让我想起 那套叫做 《美丽有罪》 这个处境戏 神来之不离 尤其是《交代》 《交代》 做到辞职之后 其实你看到 你知道 他最后一定出交代 如果你编剧角度 你一定会用交代 来玩回最后 但他玩得很好 我觉得 是 鲍头鹰 他就很显著 他连那个主题都给你听 他找他来做戏剧元素 都很一神来之不 唯独交代 我怀疑很多朋友 如果未必会看得太明白 但如果你有看过《美丽有罪》 你就会知道 有些东西接下去 香港也有人玩过 我想提一提 陈庆佳也玩过几次 陈庆佳 陈庆佳玩过最大的原因 就是爱情和交代 是 在《美丽有罪》 演身出来 现在变成了一个经典 现在他玩了一些环保作用 即是环保的意识 我觉得 从开始的时候 你都觉得他那个组织做得很好 但结尾呢 我觉得很棒 结尾呢 尤其是老婆 老婆的角色 他有很多 因为老公有很多冷知识 很厉害的 《香水神》做的角色 这就是从生活中抽取一些元素 令到他想说一些比较笼统的东西 放一些小知识 你观众突然醒神了 我们看的时候 你很棒 如果写得不够漂亮的话 随时会变成了香港的Ellen 我自己觉得是 但我觉得他很棒 放一些东西 拿一些小道具 拿个胶袋 拿个猫头鹰 去做他想说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漂亮的 整个剧本就是这些位置 是的 不过呢 以归纳来说呢 我反而最喜欢 就是他那种叫日式处境的喜感 因为做到最后 你越有味 还有我那个摄影 相当不错的 这个也可以认得 刚刚这个星期 岸井雪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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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主角 两部戏都给了一个很相近的元素出来 当然不是个角色 完全是百分百一样 就是说给你听 他有一种叫做 他那种叫做说话文字 那方面 他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女人 他可以变成了一个作家的女人 因为下一部我们说的更加明显出来 对他的形状 我想这个星期 如果你同时都看的时候 我想你就会很记住 这个女主角 我们是很陌生的 对我来说 但是突然之间 这个星期 就好像日本电影 就向我们介绍到一个 各位观众 你要认识这位女演员 所以那个发行回答我的时候 就说哈哈哈哈 就是笑 两家不同的发行公司 是啊 他们是夹在一起的 夹在一起的 可能我们有可能性 看到这个女演员 是值得在一个星期里 给我们两个感觉 去感受到这件事 我觉得是 简单点来说 我不知道Alan你是不是这样想 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新发现 但是这部戏 还有另一个最吸引我 就是《男主角香嘴神》 我就觉得他现在转型了 别来无恙 仍然都是这么有喜感 这么好笑 另外那部戏 就有一个我们那个时代 一个经典的演员 他也做得很好 你在说《位置的刑事》那部 是 那我们下次回来就说了 好 下次再见